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治犯援助协会统计显示 抗疫身亡的民众绝大部分是年轻人 16岁到25岁的人就占了84% 不过有人却滥用了示威的意义 根据缅甸之光报的报道 有人借着反政府争取民主的名义 对付他们看不顺眼的人 扬言这些人是军政府的奸细告密者等等 然后就对他们进行放火杀害 这些不理智的示威行为 将可能为民运的活动蒙上一层黑影 无论如何至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公务员 加入到了罢工行列 表达对军政府的不满 大部分的银行不再提供服务 导致缅甸的金融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 目前只有银行的ATM能够取出有限的现金 这引申出一个问题 企业没有办法向员工正常的发放工资 会导致很多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那由于银行停业 货币兑换发生困难 因此进出口边境贸易也受到阻碍 缅甸与中国和泰国之间的这个贸易 几乎是停顿的物流也受到影响 缅甸的农产品出口量甚至比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少 虽然如此缅甸民众还是继续民主抗争 在过去的周末依然是进行街头抗议 东南亚国家例如印尼和马来西亚 相继谴责缅甸军方暴力镇压群众 印尼总统佐科威表示 他将要求东南亚国家协会主席文莱苏丹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缅甸的课题 那另外呢早前有消息传出泰国提供大米给缅甸军 结果就引发争议 对此泰国军方已经否认了 强调不会提供缅甸军队任何的物资 转看新冠疫情啊 我们都知道至少要70%到80%的人口接种疫苗 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遏制疫情的扩散 不过呢科兴疫苗的生产国中国 目前的疫苗接种率却只有大约4%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 如果中国的接种率持续是那么低 就会跟不上其他国家的步伐 未来有可能其他的国家已经有了群体免疫 但是中国却没有 他希望到7月的时候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最少能达到40% 那另外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 如果冠病疫苗接种不到位将会导致疫情再次蔓延 他强调冠病的重症病死率是远超过流感 如果疫苗的接种速度不够快 当全球开放的时候啊 感染率一定会上升 死亡率也会上升 那疫情还在肆虐 相信很多人的扫墓安排都有受到影响 纸扎店的生意也变得惨淡 那新加坡有一间纸扎店就决定配合冠病疫情 推出了金银纸制成的冠病疫情用品配套 配套就包括了有口罩洗手液 还有就是温度计等等的纸扎祭品 售价是大约三元也就是九令吉 他们呢还在两年前推出了榴莲纸扎祭品 新年的时候还有火锅料理纸扎祭品 让后代可以烧榴莲烧火锅给祖先吃 那事实上呢清明祭品向来都有跟上潮流的 过去推出的护照信用卡和智能手机等等的祭品 都有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好了聚焦东盟头条看点就跟你聊到这里 想要看视频版的朋友可以到988的脸书观看 去年疫情爆发加速了我们消费模式的变化 变得少出门少用现金 取而代之的就是网购以及通过手机付款 那今年电商的发展趋势又会怎样呢 网购平台Shopee公布了对2021年也就是今年 东南亚电商趋势的预测 从物流数字支付零售创新这三大驱动力来做探讨的 而且呢他们认为啊会不断的向新常态迈进 那先来看物流哦消费者呢更需要快稳的配送服务 根据2020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 有高达40%的东南亚消费者都认为配送问题是阻碍电商发展最大的难题 那再来就是数字支付也就是所谓的无现金交易 这越来越普及化了 甚至中老年用户也是迅速增加哦 那数据显示在东南亚市场内通过电子钱包完成支付的Shopee订单 总数是增长了四倍其中50岁以上用户的增幅啊 在大多数的市场中都是列于第一 再来看零售创新 很多的商家都涌入平台了 那怎样才可以脱颖而出呢 疫情影响之下 全球各地的品牌和卖家都在积极的探索 制定线上的零售策略 从高端品牌一直到小型微型企业 都希望可以在隔离期间吸引更多的顾客消费 零售的创新方式就很重要了 那说到零售方式呢 或许可以把消费的目标锁定在女性 新加坡媒体就探讨 挖掘她经济资源成为电商的新业态 她就是这个女性的她哦 那确实女性展现出越来越强劲的消费力量 现在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经济独立的 不只是能够花钱还可以赚钱 所以她们可以说是影响着整个市场消费的走向 那她们到底把钱都花在哪里呢 综合近一年的各大数据报告显示 中国女性的消费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4.8万亿元人民币 也就是3万亿马币 在电商领域垂直电商 有70%到80%的用户都是女性 像是化妆品 食品 育儿用品 服饰 珠宝首饰 医疗保健等等 绝大多数的消费者都是女性主导的 那跟你分享一个案例哦 知名火锅店海底捞在2020年就推出了女性补妆包 里面呢有卸妆巾 吸油纸 火柴口红等等 那餐前呢你可以用卸妆巾把这个口唇给插掉 然后呢在用餐的时候可以用吸油纸把面部的油光给吸走 然后餐后啊还可以用火柴的口红轻松补妆 结果这消息一出马上就吸引了一群顾客 他们都纷纷表示这太贴心了 投资人呢也真的是做足功课下足功夫的 根据京东大数据的排行榜显示 投资人心目中的消费价值从高到低 依次就是女性老人和男性 那品牌和平台想要赢得她的这个方形 就要对女性的价值追求有更深一层的认知 才能够在她经济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当然产品本身要好要有品质才可以吸引顾客 食物呢也是不例外哦 不知道如果是昆虫食品你可以不可以接受呢 欧盟刚刚允许越南对欧盟市场出口昆虫食品 这也是欧盟批准的第五个国家 另外四个分别是加拿大瑞士韩国和泰国 可见啊越南会在昆虫食品上的发展 注入更多的新动力 那如果你觉得昆虫食品很恶心 可能要改变想法了 根据俄罗斯卫星报的报道 由于全球食物短缺 以及为了寻找更营养更生态的食物 消费者和科学家都认为 昆虫食品是最有潜力 成为人类的新食品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深专家 密尔就表示 昆虫的营养价值取决于种类 成长阶段和生活环境 但是总的来说 昆虫的蛋白质含量高 堪比富含脂肪酸的鱼类 对于营养不良的儿童啊 是非常有益的 那此外呢 昆虫还富有纤维 磷 铃 铃 所以呢 密尔就认为 欧洲国家可以修改法律 允许国民吃昆虫是好的征兆 那你说 哎呦 看到昆虫的样子 很恶心 吃不下 没关系 密尔就说呢 我们看到市场上 很多的食物当中 都存在 看不见的昆虫成分 比如 蟋蟀打成粉末 做成面粉 或者是可以做成能量放和食品等等 988巨家东盟为你跟进的新闻到这里 明天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聊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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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